二樓我們目前是常設展就是席日風華重現古笨港 那是由台中科博館劉克宏考古博師劉克宏 他在我們館內 做的一個常設展的一個 一個項目 那這一張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乾隆台灣語圖 目前是收藏在國立故宮的博物院 那從這張地圖我們可以看到以前笨港的所在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這個有分為笨港北階南階還有前階跟後階 那在清朝時期 因為笨港他是 以前那個 就是以前那個我們的祖先他們登陸笨港的一個重要基地 就是比較好登陸的一個地區 就像萬華那個大道城一樣 對對對 其實笨港的開發源起源是最早的 最早起的時候是那個我們的開台始祖 顏思齊 跟我們鄭成功的父親鄭之龍 他們兩位是海盜 那他們首先 為了防止那個以前官兵的追棄 所以就逃到笨港這個地區來 所以就在這邊登陸設載 好首先呢我們看到這一張衛星雲圖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現在目前的北港溪 那以前就是叫做笨港溪 那現在叫做北港溪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笨港的那個以前笨港所在地 就是在這整個區域 那這一邊呢就是 雲林縣北港鎮 北潭 北大的部分 然後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嘉義縣新港鄉 板頭村 還有南港村的部分 那以前這一個區域 都是以前古笨港的所在地 那現在唯一還有居住的就是在這個 就是唯一有居民在居住的就是我們新港鄉 板頭村 還有水仙宮 北港水仙宮這個部分 這樣就很明顯看到這個時間的一個變化 這個好像北港比較繁榮 那新港這部分好像就田比較多 對 其實以前呢 因為這一條那個笨港溪 在清朝時期 有水災不斷的 好幾次的水災 然後氾濫 那使得那個笨港區分為兩邊 就是笨港北街 跟笨港南街 那在笨港南街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屬於水仙宮這個區域 就是我們港的南港 南港 新港鄉的南港這個部分 那因為 這一邊地勢越來越低 然後這一條笨港溪不斷氾濫 不斷的在變遷 所以導致 我們笨港南街這邊的居民無法居住 所以往東邊遷移 然後遷到我們現在目前的新港鄉 那現在新港以前 不叫新港 以前是 叫 麻原寮 麻香寮 我們現在新港這個地區呢 以前是叫麻原寮 麻香寮 後來就是因為 往東邊遷移到麻原寮 所以呢 那時候 那個南港那邊就叫笨南港 那遷到我們麻原寮這邊 麻原寮這邊就改名為 笨新南港 那後來再改新南港 再改新港 那因為由於笨港那個名字笨不好聽 所以笨就漸漸的就把它改掉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老一輩的人還會講 那個 南港那邊叫 古南港 因為接下來新港這邊 這邊叫新南港 新南港 那現在老一輩還會說 南港那邊是古南港 還會講新南港 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講笨港就是所謂的南港跟北港 這個地方就對了 只是因為南港現在比較 沒有名大家就忘記了 對 因為當初就可以看得出來那塊可能比較常常泛濫 所以那邊沒辦法住人 是 那其實新港這個地區 因為後來我們自從笨新南港 再改新南港 再改新港 可是在日治時期 我們 這個地區是叫 新象庄 新航征 為什麼會叫新象呢 因為 在 大正九年的時候 日本人實施街道改治 然後他就說這個 新港 這個地區又沒有港口 因為本港 他其實以前是一個很大的港口 對 後來呢 因為他 那個泥沙淤積嘛 失去港口的功能了 他就 他就說 全省那些新港 你這裡又沒有港口 他就把那三連水去掉 因為 其實新港 跟新象 新航 他的日語發音都是一樣的 都是叫新航 對他們來說一樣 對他們一樣 文字上不一樣 就新象 所以 疊於日治時期 我們新港是叫新象 叫新象 後來就是因為 日本人 他們回去了 那時候光復之後 我們又把他重新又改回來 所以現在才會又叫新港 對 在日治時期 掃三個水就像 所以在日治時期 我們的舊地名是叫新象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 主要的展示區 好那現在我們 這邊可以看到的就是 有一些國立故宮博物院 他們所收藏的一些古地圖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古地圖的地名跟我們現在的地名 都不一樣 像我們看到打貓 打貓就是 我們的民雄 怕妞 對 很多 舊地名是完全都不一樣 還有這個 石龜西裝就是目前的陡南 雲林縣的陡南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在清朝時期 笨港那時候不斷的 就是清朝時期 有很多次的水災 所以把笨港 沖成北街跟南街 從這個地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北街這部分就是 都是在雲林縣的部分 南街這邊就是 嘉義縣的部分 是 一條街之隔 就是嘉義跟雲林的差別 我們為什麼會成立這個展 因為在古笨港當時 就是在 當時那個台中 台中科博館的這個 劉克宏劉博士 就科博館的團隊 他們考古團隊 就是實際上到這個 古笨港所在地 做考古挖掘的這個工作 所以 我們 這個展區 目前所看到的 所有的展品 都是 當時我們科博館去挖掘 出來所發現到的 還有一些文獻的記載 就是由劉克宏博士 他本身做紀錄 所幫我們規劃的一個展覽 那我們走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口古景 我們看到這個 這口古景 就是當時我們在 笨港溪 旁邊 挖掘到的 這是一個現場圖 現在這個就是 復興鐵橋 那我們看到 這口古景是在 復興鐵橋下 然後笨港溪流的旁邊 但是其實實際上 他這口古景 他是 當時他是建在 笨港 的那個 整個 笨港 以整個街面 最熱鬧的一個地區 就是 城鎮之中 笨港這個城鎮的中間 就是供居民方便取水使用 那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在土下面 就是因為河道淤積 對 而且河道不斷的變遷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要去看笨港的所在地 可是實際上 他都是已經埋在 我們目前 北港溪的溪底下了 所以這個現場 就是當時真正的位置 圖就是 由上頭挖下來 去挖到這個古景 因為這個古景完全沒有移動 但是 他是本來有七層磚 可是我們 發現的時候 上面四層 已經被河水沖掉了 只剩下這三層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三層 應該七層磚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展場有展一些 這一邊是台灣史前時期的一些文物 史與所 對 這個是史前時期的 這個是中央研究院 他們研究所他們所保存的 這個是用繪畫的 把當時台灣史前時期的 那個生活的情景 繪畫出來 我們可以發現 當時有很多的野路 還有人在打獵 追逐的一個 情景 對 那時候台灣到處都是梅花路 對對對 那時候台灣的生態 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些史前的 史起的 像一些手環 那這個就是可能是由於 有早期的 原住民族 他們自己製作的 他們所自己製作的 桃 桃手環 那這邊有一些桃罐就是 當時可能原住民他們 自己用泥土 來製作的一些 裝容器的器具 就史前他們做的一些桃罐 這個是 台灣的早期原住民他們自己做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邊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就是 出土的一些文物 這個就是清花池 就是以前我們的先祖移民到 台灣來的時候 跟著船一起過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他們的家當 移民到台灣來 一定要把他家當帶過來 吃飯最重要 所以飯一定要帶過來 所以我們看到 它的清花池很特別 就是它都有很多的紋路 那不同的紋路 它代表不同的意思 像我們看到這一個丸 這個是 叫德化窯 就是我們 福建 那一邊所生產的德化窯 那這個 叫做 範文丸 範文 仿那個範文 這文字 佛教那個範子 對 那還有一些像這個是 清花雲籠文丸 我們都知道龍就代表吉祥 龍文 對 那還有一些這個是靈芝代表長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民窯的一部分 民窯 其實 清花池 它有分官窯跟民窯 當時的製作 那官窯的部分 它比較精緻 顏色會比較 比較亮一點 比較漂亮 做給皇家用的 官窯 還有官員他們所使用的 那當然價格稍微比較昂貴 那我們看到這個都是民窯 民間製作的一個部分 比較昂貴一般人比較買得起 對 好 那其實呢 由我們這樣子 在 那個 本豪窯這個地區 考古挖掘 我們發現到 其實清花池 的這個碗盤發現的非常的多 而且 可以 可以察覺到就是說 他們的落款的項目 落款 廠商的落款 有 三十幾個 表示說當時 我們經濟上 還有那個 人的 部分非常的多 就是一個很新盛的工業 所以這個很多廠商在生產 那他就會蓋上自己的 Mark 就對 他們落款就有三十幾家 表示那時候這個 千花池還蠻競爭的 以前沒有塑膠 所以一定要用這些瓷器掏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叫做 糖肉 糖肉呢 在我們目前的 北港溪 附近 只要一經過 紅胎做大水 沖滾後 文化層就是在沙子被沖掉 底下那一層就是 就是那個黏土的部分 那這個都會卡在黏土的地方 對 那我們發現最多的是糖肉 糖肉它其實有大小不同 有許多有大小小的 然後它的作用主要就是 在製作這個糖 就是來糖放在上面 它這個工具 就是說它的使用上 就是說以前還沒有台糖時期 製糖的時候 是由民間來製糖 對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製糖的過程 它就是用這個大小鏈 它這個大小鏈 它在民雄 我們加一些民雄箱 它的山區附近 還有很多這個東西 都還有留下來 它們現在都做擋土牆 那實際上 這個是以前在壓甘蔗 看到牛在拖 然後兩個石輪一起滾 壓著滾過去就扁掉 對 因為這個石輪固定不動 那這個動 那你把甘蔗放在這邊 然後利用牛汁來拖動 它就壓成甘蔗汁 壓成甘蔗汁之後 你要先煮 煮完之後 你就把它倒下來這邊 為什麼要經過這個過程 因為 以前 我們糖煮起來是不是黑色 但是白糖的經濟價值比較高 他們就是為了要賣好價錢 所以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 用這個糖露 用這個糖露 那上面 就是先倒煮好的黑糖漿下來 煮好的黑糖倒下來之後 上面鋪一層白紙 上面再鋪這個 泥巴 這個灰色的泥巴 你知道這個有什麼作用嗎 是把它封住隔離空氣嗎 不是 因為它這個其實這個泥巴 它含有豐富的這個礦物質 它可以使這個黑糖脫色 由黑色變白色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它底下的顏色是比較黑的 上面是比較白的 那這樣子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過程 就是說你把它放置 兩天兩夜之後 那你再把它 讓它 把它倒出來 這樣子再把它敲碎 這樣就可以拿去賣了 主要是要讓這個黑糖脫色 我們所看到的 這邊都是出土的一些 古笨港的文物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的一些器具 像這邊這一些 像茶壺蓋 油罐蓋 還有藥壺 這個是藥壺的蓋子 那還有水缸 水缸 那這個井磚 這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個水井的這個井磚 那這是牆磚 所以它有點弧度 那這個牆磚是怎麼過來的 就是以前 我們那個祖先 要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不是都坐船 去海到台灣來 那個船因為怕會被那個 海浪打掉 所以一定要壓倉 他要壓倉 所以他會 用這個井磚來壓倉 到台灣來之後 也可以蓋房子 用 就是讓船變比較重 比較穩 對比較穩 壓倉時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 所用到的 像一些小湯匙 還有 這個 文杯 這個文杯 這都也都是青花池 就是從大陸那邊帶過來的 還有一些 婦女的 髮簪 這是婦女的髮簪 這邊還有耳環 這邊有一些 我們木箱的配件 還有一些鎖 一些簡單的鎖件 那個木頭已經爛掉 就剩下這個金屬的部分 對 這邊就是當時 他們所使用的一些貝類 這個是當時他們吃的牡蠣 的殼 這個是鎖 雲母鎖 你看它 經過河水沖刷 你看就沖成平的 它本來不是平的 它這個是鎖 像蛤蟆這樣有沒有 它有一個弧度 但是 河水這樣不斷的沖刷幾百年之後 就變成這樣 變成薄 薄薄一片 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都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 是說台灣錢鎖膜 對 其實古本港時期 它的景象就像現在我們在看電視 大稻城的那一幅景象 非常非常的熱鬧 我們 目前看到這裡 在 就是清朝時期 每一個年代的錢幣都有 那這些錢幣也都是在 那個本港溪 就是現在的北港溪那邊撿到的 因為像在10年前很多的風災 那一條北港溪它有 也是水都有淹上來 後來水退了之後 漸漸的把上面那一層刷 沖掉 那之後去撿 就撿到 這麼多的這個股錢幣 這樣子就看到最早這個 可能唐朝就有人來這邊交易了 所以唐朝的錢才跑來這裡 對對對都有 也有一些紀念幣 然後還有西班牙也有外國的 因為當時 奔港這個地區 他是船隻都可以進來這邊交易 所以當時貿易就是非常的鮮盛 所以你看每一個國家 他們的船隻都會進來到這邊來做貿易交易 對 去用他們當地的錢跟我們交易 這樣子 所以就有西班牙的錢 那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這個叫閩南服飾 就是在早期 在早期他們 他們的這個服裝 那這個叫做 台語叫做大豆沙 這邊有個俯形袖 這是俯形袖 那這個一般的民眾在穿的 那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是有提花的部分 就表示這是有錢人在穿的服飾 那接下來就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開館時間 就是每個禮拜二到禮拜六 上午九點 到下午五點 那我們中午是不休息的 那歡迎 我們各位遊客 如果說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到我們家 來囉 我們會在二次